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講 荷蘭不滿美國逼他們加碼對華制裁 不准賣終端的光刻機給中國 另外外長王毅訪美前夕 仲未互相出招 中華限制石墨出口後 美日韓的相關企業都大感震動 外長王毅在10月26至28日訪美 為11月起舊金山舉行的 亞太經濟祭契峰會時舉行的 集拜會做最後的確認 在王毅訪美前仲未繼續互相出招 美國提前對華芯片的限制 美國商務部在10月17日 就先進的電腦芯片、超級電腦 和半導體製造設備的相關出口管制 發布了新規定 將一部強化去年10月頒布的 對華芯片出口的限制 導致英偉達被禁止出口A88 和H88芯片給中國 按照通話公布 新的限制措施將會在11月16日生效 但英偉達公司表示 美國政府在12月23日通知他們 從即刻起禁止芯片出口的新規定就馬上生效 英偉達指 沒有美國政府的許可 英偉達必須停止用中國 運送A800和H88芯片 這兩種芯片在202年10月 美國實施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後 英偉達特別為中國度身訂造的 現在就連這兩種芯片都不能再賣給中國 日經亞洲認為 美國將禁令提前實施 可能是試圖阻止 中國對英偉達產品進行突擊團貨 這些產品目前主要是 用在人工智能上 對人工智能訓練至關重要 但向中國供應人工智能芯片的另外兩家 美國的主要芯片製造商 AMD和英特爾 就沒有說到美國政府對他們有新規定 另一方面 美國商務部在10月17日加上限制光刻機 使用中國的規定 也遭到荷蘭語言大力抨擊 美國的新規定授權美國政府 限制荷蘭光刻機巨頭阿斯麥 生產的另一款芯片製造設備 GeneScan NXT-1930DI光刻機出口 這款深紫外光即DUV光刻機 可以用來製造相對先進的芯片 也可以製造中檔和舊款的芯片 原本未包入今年荷蘭出口許可規定當中 如今就交入禁制 美國隨意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加碼 限制光刻機巨頭阿斯麥的設備出口 由最先進的EUV光刻機 擴展到DUV光刻機 現在再擴展到沒有那麼先進類別的DUV光刻機 阿斯麥將來恐怕都沒有什麼光刻機 可以賣給中國了 但美國的新規定 在荷蘭就惹起很大反響 荷蘭金融日報引述阿斯麥內部消息人士說 荷蘭產品的出口許可證 現在由外國勢力控制 報道解釋說 由於美國對先進技術的定義 比荷蘭更加寬泛 意味著 阿斯麥需要出口 某些半導體設備給中國的時候 需要向美國申請許可證 荷蘭基督教民主聯盟眾議員 阿姆·豪什 10月24日 就質詢荷蘭外貿業發展大臣 斯拉納·馬克爾 他說即使是好盟友美國 在一場事關競爭力 和戰略自主權的博弈中 由他單方面改變規則 亦是很難容忍的 阿姆豪什說 美國利用經濟措施 達到地緣政治目的的做法 損害了荷蘭鋼盒機 這顆經濟皇冠上的明珠 為荷蘭以至整個歐洲的企業 都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 他呼籲內閣 喜布魯塞爾 和其他歐洲盟友共同討論 令這個問題變得可以談判 不是由美國說了就算 除了荷蘭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議員之外 陸陸民主黨和福特黨的議員 都批評美國的政策 陸陸民主黨眾議員 哈默爾伯格說 我一點都不喜歡美國人 在這方面的所作所為 去年荷蘭已經和美國、韓國和日本 就部分身邊產品的出口許可證 達成了明確的協議 但如今美國單方面 又埋進了一大步要加碼制裁 強迫荷蘭和他同步 剝奪了荷蘭的戰略自主權 他敦促荷蘭內閣部長 就此發表更強硬的言論 並且詢問荷蘭 會不會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另一個政黨福特黨的眾議員 傅傅克克就進一步說 即使他能夠理解 美國出於國家安全考慮的措施 但這些做法 同時也涉及國家的經濟利益 他想知道荷蘭能不能擺脫美國的禁令 對此荷蘭外貿易發展合作大臣 馬克爾就說 荷蘭內閣不反對美國的新規定 但他同意相關問題 應該以更加歐洲化的方式解決 即是與更多歐洲國家進行協商 他還說 就目前與美方的對話而言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 他們的催後限制措施 和經濟利益有關 只是基於美國的安全分析 荷蘭外貿大臣馬爾克同時強調 荷蘭目前只是得到美方大綱式的通知 細節還在研究當中 據他所說 烏金為止 荷蘭只是與美國 限制措施 進行談判 但是 如果能夠就此時 與歐盟其他成員國進行協調 當然會更好 歐盟是一股強大的力量 他必須加熱利用 他並且準備 與荷蘭手上 一起將這個議題 拿去歐盟討論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美國隨意加碼對華芯片 和相關設備的制裁 令美國公司英偉達 和荷蘭公司阿斯麥 深仇其苦 他們主要批評 美國政策的隨意性 第二 美國政府出招 主要因為 華為推出國產芯片5G手機 打到美國太痛 才唯有出手 第三 外長王毅訪美 除了談習拜會之外 這些相互制裁 亦都要談 美國想劫住中國讓步 又談何容易呢 可以再講講 中國早前限制石墨出口 美國無法應對 中國在美國 10月17日加碼限制芯片設備 輸往中國之後 在3日後 即10月20日 宣布限制石墨出口的決定 消息一出 在全球汽車行業 引發一場巨震 中國商務部當時宣布 從12月1日開始 包括高純度 高強度 高密度品種的合成石墨材料 和天然片狀石墨出口 都需要獲得許可證 韓國馬上就感受到震動了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第一次官張英真 在12月13日 主持召開了 應對石墨供應鏈的 民官聯合會議 會上電池行業人士 呼籲政府 繼續和中方保持溝通 會後 韓國政府 立刻和大銀貿易投資 振興公社等機構 聯合啟動石墨供應應對工作組 並且承諾 通過高級合作 等外交渠道 和中方保持緊密溝通 希望可以保住石墨供應 日本也急謀對策 日本三菱 日產汽車公司 正在和法國雷諾等合作夥伴 商討對策 探討共同採購石墨的可能性 而斯巴勒車廠的CEO也說 將它和供應商合作降低 電動汽車電池材料採購的風險 而美國也苦無對策 美國汽車周刊 12、14日 刊出文章說 石墨是生產離離子電池 所需要的重要礦物之一 但美國國內很大程度上缺乏這種關鍵材料的生產 沒有電動車生產中 使用大部分的石墨都是從中國、智利和澳洲入口的 不但是這樣 中國幾乎壟斷了石墨的加工 文章說不單止石墨 圍繞著石墨、鯉、孤、孟的討論 已經浮現了一幅類似地緣政治的地圖 將資源和生產商聯繫起來 中國在這方面遙遙領先 以石墨為例 更加令美國人痛心的是 不但中國在石墨開採方面領先 中國在加工方面也領先 中國的立青塗層工藝 可以將石墨的價值增加50% 文章說 製造現代電動汽車所需要的大多數材料 都不是美國本土生產的 這樣不足為奇 雖然北美也有石墨 鯉礦也很豐富 但是大片地區受到保護 因此重點是 這些礦產都沒有辦法用於 美國福特汽車未來的生產計劃 問題更大的是 市場本來對石墨的需求 未來都會大幅上升 等於行業監測機構的數據顯示 當前對石墨的需求 全球的生產大致上供需持平 但是這種持平的和系景象不會持續太久 預計到2025年 石墨將會供不應求 業內人士說 這種情況會持續到2033年 因為各國的汽車製造商 都將2035年定為汽車 全電動化的限期 去年全球的電動車 就增加了55% 未來需求還會大增 不肯的是 對於汽車製造商來說 沒有了石墨製造汽車級的電池 幾乎是不可能的 石墨在傳統理黎智電池的陽極中 佔95% 每千瓦的電池能量 大約需要兩磅石墨 石墨作為電動汽車電池的主要材料 目前還沒有可靠的替代材料 美國汽車行業已經大聲示警 但美國政府暫時還沒有什麼回應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 美國投資網站就解釋了 中國管制石墨出口 是中美之間不斷升級貿易戰的一部分 因為美國最終向中國企業 出口半導體實施了進步的限制 第二 並不是只有美國可以單方面 不斷加碼制裁中國 中國也可以加碼 起限制加和遮兩種金属出口之後 這次輪到限制石墨 未來還可以有其他礦物 第三 美國的脫勾斷鏈策略 其實是走不了下去的 最後 中美只能夠埋台談 另外 在石磊台時日快評我會講到 被哈馬斯劫持做人質的 兩個以色列婆婆 他們獲得釋放之後 說哈馬斯善待他們 以色列輿論就狠批 以色列政府出了一場公關災難 歡迎訂戶 去石磊台收睇我的評論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磊台也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磊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磊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磊台獨家發佈的 陸語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磊台 看陸語人的文字版 石磊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網站就可以找到石磊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磊台 多謝大家